北京时间1月10日 WTA250澳大利亚霍巴特网球公开赛 展开了女子单打和双打第二轮的争夺 在女单第二轮一场较量中 赛会三号种子朱林 世界排名第三十三位 率先登场 迎战美国选手卡洛林·多勒海德 世界排名第四十四位 双方排名相近 且此前三次交手 朱林一胜两负 暂时落后 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前两盘 双方各打一盘好球 战成平局 决胜盘 朱林先发 但首个发球局就被多勒海德破发 随后朱林苦苦追赶 终于在第八局反破 将局分追至四比四平 之后 朱林气势如虹 在爆发后又破发 连下两局 以6比4的比分 将决胜盘拿下 最终经过两小时13分钟激战 朱林以2比1 5比7 6比3 6比4 得比分逆转多了海德 晋级女单八强 在同时结束的另外一场女单 第二轮中国得比战中 从资格赛突围的圆月 世界排名第73位 状态更加出色 以2比0 7比5 6比3的比分 直落两盘战胜了赛会 4号种子王新宇 世界排名第34位 晋级女单八强 王新宇也继上周 奥克兰第二轮不敌王新宇后 连续第二周 在得比战中失利 此外 在稍早结束的一场女双 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组合 郭寒玉 蒋新宇 克服首盘抢7 遗憾落败的不利情况 迅速调整 以6比3的比分 扳回一盘 并在决胜局最后时刻顶住压力 依靠出色发挥 以10比7的比分拿下抢时 最终用时一小时49分钟 以2比1 6比7 6比3 10比7的比分 逆转赛会头号种子 跨国组合克拉夫奇克 美国日本柴园英灿 晋级女双半决赛 将与赛会4号种子 达尼利娜 哈萨克斯坦纳比基切诺克 乌克兰 争夺决赛资格 郭寒玉蒋新宇 这对组合 从去年中国赛季起开始配合 便迅速产生化学反应 取得了不俗战绩 广州250赛夺冠 宁波250赛亚军 南昌250赛四强 并且晋级路上战胜了不少双打高手 其WTA双打排名也直线攀升 掌获了奥网参赛资格 本战赛事 是这对组合本赛季首次出战 便取得两连胜晋级四强 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 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奥网带来惊喜 锦号头条创作挑战赛锦号 锦号妙笔生花创作挑战锦号 锦号朱林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